今晚吃西餐 順便做個酥皮湯 為什麼做個酥皮湯呢 就因為 因為買了酥皮 要用 都不用解凍,移一下移一下就行了 用一塊 一包就好像七十幾塊 六塊,為十塊左右 今次用的是忌廉雞湯 其實我覺得忌廉蘑菇湯最好 為什麼不用忌廉蘑菇湯呢 因為有人不喜歡吃蘑菇 煮這些忌廉雞湯呢 說沒有技巧也有些少技巧 有時候你會發覺 攪拌來攪去,攪拌很久都是一塊塊的 這樣就 要做些東西的 其實這個又不是什麼秘訣來的 說明書有講的 教你 怎樣 處理湯 不過沒有人看的 因為 每個人都以為 煮忌廉湯當然是加水的 好了,重要部分 加水是加水的 但是呢 就不是一次過加 加水 分開加 加少許 兩罐 雞湯呢 就兩罐水應該 加少許攪勻 攪到它 不會一塊塊 加少許攪拌 然後再加多一點 你待著開著火來攪拌 就 沒那麼好攪拌 攪拌另一罐 你喜歡稀一點就加三罐 看看沒有一粒粒的 差不多了,煮起了 關火 先做酥皮 我用這個盆 大約量一下盆大 切多少 接著就煮湯 接著呢 就預備一些 蛋黃 為什麼有剩蛋黃呢 因為上次 做了脆糖豆腐用了蛋白 我第二天就 就是今天 用這個 蛋黃 做這個酥皮 有些人就覺得 塗一塗邊比較好 要黏得穩一點 有些人不需要 我就塗 弄得來酥皮都軟軟軟了 那就差不多了 沒什麼技巧可言 覆著它 按一按 輕輕力 不要那麼大力 那麼就塗蛋漿 我個人覺得就不要塗那麼多 油就算了 200度火 8分鐘看看 不行就10分鐘 好 應該可以吧 應該可以吧 100分鐘 不管是否可以 麵都這樣 可能小火一點好一點 今天吃西餐 刀叉 這個就是酥皮湯 不知道行不行 就可以了 好熱啊 嗯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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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的,忌廉雞湯,酥皮沒什麼特別 特別,我沒有吃很久 我剛才去太子酒店那裡吃過 夠不夠酥呢?好像不夠酥 好像這塊薄一點,厚一點更正 我那次酒店吃的比較厚 這塊有幾層,拆開有幾層 沒有東西的,拆開了 沒有東西,有酥皮好像有幾層 很正,如果我吃當然夠 如果人家大成的不夠,浪土 這個東西可以浪土,炒三層 一言驚醒,跟著要搭兩塊或三塊 這樣蘸著很好吃,好吃 烘到這個顏色就對,這個太深了 這個顏色就好,這個顏色 多有要求 味道真濃,好吃 我先試一下這個 我先試一下豬扒 如果沒有東西要剪,豬扒 是不是豬扒,雞扒 雞扒,豬扒 沒有茄汁那些東西 真可憐,雞和豬都分不到 不知道,我看到這個當豬扒 應該是雞扒 剛才娘說不夠厚,我醒目了 我立刻找三塊來烤 我的火呢 又較小了少少,180度 又焗久了少少,顏色又漂亮了少少 好,撩開來看看 其實都是,看好不好看 實際上鬚皮都是壓下去的 厚了些 比起剛才 都叫做鬚鬚的 又不是太鬚 這個時候 又是個小的 是 在這裏 很久 很久 在這裏 感谢观看